滑 滑 滑 今天滑什麼呢 告白 你幻想過浪漫的告白場景嗎 你喜歡什麼樣的告白方式呢 今天來聽聽看 同學們的想法是什麼 可能約出來單獨講吧 就這樣比較真誠的感覺 就是直接說我喜歡你啊 然後就是 也可以說一下原因 當面然後送禮物這樣子 可能 巧克力之類的吧 很多花 還有餅乾 吃話 我想要有那個告白性 我們可以看出他那個文筆好不好 還有國文的素養好不好 我覺得國文素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一個人的國文好了之後 基本上就不是什麼壞人 哦 了解了解 那不是寫信用訊息告白可以嗎 訊息告白 有點類似寫信的那個感覺 其實對我來說也沒什麼問題 就是也都可以接受 我覺得當面跟信息都可以 主要是你要表達出你真誠的感覺 手機真的看不到那個表情 也看不到情緒 我先排出訊息 訊息感覺就不是很 莊重 然後感覺比較多成分 就大家可能開玩笑的時候也會用 就是要在現實啊 不能在網路上 然後 最後要點蠟燭 對 要點蠟燭 然後要 登關昏暗 有那種浪漫的感覺 浪漫的感覺 那如果現在換你們要跟 某一個女生告白 你們覺得告白前要做什麼準備 要做什麼 做那個被甩的心理建設啊 判斷好自己跟他的關係 是不是有達到那個程度 不然其實 有時候其實告白不成 然後反正連朋友做做不成 這是最傷心的事情 對 我是沒有這經驗的 幹嘛呢 成功的機率不要爆太大就還好 就如果你失敗你也不會很難過 成功就算賽道 我覺得要那個 完整的戰略模擬過 不能去那邊 然後不知道要說什麼 要什麼模擬 可能寫在紙上面嗎 或是找女生朋友練習 沒錯 要練習 布置環境嗎 因為我之前有去幫朋友 布置過場地 然後就是會弄一些氣球什麼的 然後燈光什麼的 那位同學是你嗎 我覺得一定要先曖昧 曖昧可以探視很多東西 就是可以探視他到底 就是對你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我不會跟我喜歡的人告白 我就是會想辦法讓他跟我告白 我不會去暗示他 但是我就是會一直跟他相處 然後想辦法就是讓他也喜歡我 那如果現在到了告白的當天 你會怕當下發生什麼事情 滑倒 然後出糗 那天長得很醜之類的 有人靠過來吧 不想被別人聽到啊 很害羞耶 講錯詞 或是講錯名字之類的 超尷尬的 一陣瘋過來 瀏海直接飛走的那一種 我會怕被拒絕 我應該是怕拒絕吧 蛤 被拒絕喔 為什麼 蛤 因為我告白就到成功啊 被拒絕我很害怕啊 那你為什麼不會害怕成功 蛤 因為成功很開心喔 不會害怕 成功爽死喔 那會害怕被拒絕或成功嗎 我覺得成功會比較怕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但失敗的可能就是 給自己一個過渡期就好了 其實我想過這個問題 我發現如果成功的話 我根本就不知道 下一步要做什麼耶 其實我也蠻怕成功的 成功或失敗 都要面對很多挑戰 唉 告白不只需要梁靜汝耶 jeg 告白不只需要梁靠 我試過梁靜汝名 我應該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 用心 並現在